各位同學,我們現在開始講解 近射矩陣一般狀況下的推導 我們要先特別留意到 我們所要近射的直線 我們把它稱為近射面 那這個直線呢必須怎樣 只能通過遠點的直線 對於其他情況我們賦予討論 OK,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舉個具體例子給大家思考 這會讓大家比較好去處理這問題 假設我現在所要近射的直線 這個近射面是L 它與X軸的夾角是45度 OK 再來 我這個向量 OP向量 它與X軸的夾角30度 現在我希望近射之後 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對不對 好,長得像這樣子 這個圖呢 我們可以直接 這個OP勒近射過來 就變什麼 就變OPPLANT了 是吧 好 好 我們現在明確一些事情 首先 我們已經知道說 這個直線L 和X軸的夾角是45度 對吧 好 再來這裡這個OP向量 和X軸的夾角30度 所以說 這個地方 向量與直線的夾角 多少度呢 15度 好 15度 這樣有問題 好,那接下來過來看這個地方 這裡的話 本來我們就知道是什麼東西 本來知道 這裡OP向量與X軸的夾角 是我們之前的假設 30度 而這個直線L 和X軸的夾角 是多少度呢 45度 對吧 也跟我們前面的假設是一致的 那接下來呢 剛才這裡寫了 直線L跟OP向量的夾角也是15度 那近射的話 對稱會產生什麼效果 這夾角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裡是15度 好 這樣有問題 所以各位同學你要留意到 這裡OP向量 它這個所旋轉的角度是多少度呢 它所旋轉的角度 來 從X軸開始旋轉 像這樣子畫 這樣子夾角是多少 OP判夾角是多少 答案就是60度 好 這些角度我想大家都很明白了 對吧 都很明白了 現在我們看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動作分解一下 變成我們前面學的比較簡單的 同學我們現在回想一下 我們學過什麼東西 這裡我即將會使用兩樣 兩樣變換來滿達到這個效果 換句話說 所謂近射這個效果 我可以用兩樣東西 去做出來 哪兩樣東西 第一個呢 是所謂旋轉 我們學過嘛 旋轉 第二個 對X軸上下近射 上下顛倒 這樣的近射 我們利用這兩樣東西 就可以做出 對一般直線的任何一種近射 都可以做得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首先我們先做什麼事情呢 來 我們先做事情是這樣 請注意 我固定座標軸不要改變喔 不能改變 所以這邊仍然是X 這邊仍然是Y軸 OK 好我特別標出來它沒有改變 所以這邊我跟著標回來 這是X軸 這是Y軸 它並沒有改變 我現在改變做什麼事情呢 我現在 讓這L往下旋轉 往下旋轉 旋轉在什麼地步 看X軸貼合 也就是說我要這樣動作 反正是L 轉xxchcraft 貼合了 就像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 所以這個是L 我這L NBA 它所在位置的 我們用紅筆來畫 拍在這裡 好 像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的L 紅色的L 往下轉45度的L嘛 好不好 往下轉45度L 來 那除了L跟著轉之外 請留意到 我連我的OP也跟著一起轉 一樣轉多少 一樣轉45度 一樣就一起躺平了 懂不懂意思 也就是本來像這樣子 來本來勒 這個黑的 來看喔 黑的是L對不對 藍的是OP向量 那我現在開始旋轉 轉 這樣聽懂意思嗎 喔 轉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OP會變成它這個地方 好 那這次勒 批 喔 來 這樣聽懂意思嗎 這樣批 那當然這個時候角度沒有改變嘛 對不對 角度一樣多少度 來看一下這兩個夾角一樣多少度 一樣15度啊 沒改變啊 就這樣整一組 整組這樣轉下來就對了 好不好 這樣轉下來 所以我們這邊要寫什麼東西 我們這邊要寫旋轉幾度呢 來 旋轉45度下來 這樣聽懂意思嗎 你看 這轉15度也是正確的嘛 因為你30度 轉45度下來 是不是會多15度出來 對不對 往下15度 所以這裡這個部分叫什麼 我們要使用的是R 什麼東西呢 往下45度 所以-45度 這樣可以嗎 這裡R記不記得是熊能矩正的rotation OK 好 接下來 我們要怎麼找出近射 那我接下來是怎樣 這裡OP 這邊O忘了寫齁 對不起 來OP 我可以怎樣 上下近射嗎 我們有沒有學過 有啊 對不對 對 所以圖是這樣畫 這邊同學可以快轉齁 但是我就是仍然要 要仔細的畫出來給你看 這樣你才會有感覺 那你也可以跟我一起畫 好不好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畫 來 那一樣我們這個 轉下來的L在這裡 好 這是我們的L 對吧 然後咧 我們轉下來OP在這裡 好P在這裡 那這裡咧 是O 好像這樣子 然後這裡15度 那我想要靜射對不對 我們現在本來OP對L靜射嘛 OP對L靜射 那你現在OP也對L靜射 對啊 那靜射結果呢 不就跟對L靜射的結果一樣 對不對 一模一樣 所以靜射結果呢 來我們畫上去 畫在 這個我們一樣用藍色畫 好不好 用藍色畫 代表是靜射過去的結果 來 所以靜射過去的結果在這邊 好 P' OK 這樣有問題 好接下來要怎麼回去上面 我OP不能找到的嘛 對不對 來回去上面怎麼回去 來這邊回去上面 這個 我還走太長了 回去上面怎麼回去 那就大家一起上去45度啊 對不對 好來這個L 紅色這個 一起上去45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咧 這邊我們用R什麼 45度 那是不是變回去這個圖了 對吧 好那你看我們這邊靜射可以在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樣聽懂意思嗎 所以 這樣整個流程你看一下 我們本來咧 是從 左邊到右邊對不對 好來這樣子 靜射 然後用M來靜射 對吧 可是其實 我們可以怎樣 先往下轉 轉 再上下對稱 然後再45度 那這裡我們寫一下 這裡呢 是用什麼 是用上下對稱 那上下對稱是對什麼對稱 欸走嘛 所以這裡是用MX OK 所以我想這個Diagram 這樣各位同學有沒有看懂 可以吧 應該可以明白齁 這個Diagram應該可以看懂 那所以這樣整個過程 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到底怎麼算 如果說以這個例子來說 這要怎麼算 來 這個例子我們開始在這樣寫齁 來 這裡本來是OP對不對 這個OP啊 這個OP 你要先往下促式速度嗎 對不對 好來 所以這個藍色這個東西 藍色這個東西 這個藍色這個項量 我們這邊不要寫P了 來我們不要寫P了 我們寫什麼東西 我們就寫咧 R-45度 然後本來的OP 對不對 所以這個藍色這個項量 這個玩意兒嘛 本來OP嘛 對不對 要聽懂意思嗎 好再來 我要怎樣 上下淨色對不對 MX 好來 所以來 來這邊 這個插掉喔 這個插掉喔 來這個 下面這個東西是 R-45度 然後OP 然後OP 你要上下淨色 你要對這個東西整個上下淨色 所以你要前面左成什麼 MX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MX 然後R-45度 然後OP 這樣這個項量 這樣聽懂意思嗎 好 登登 好 接下來 我們這個項量 這整組東西 要一起全轉四速度 往上轉上去 對不對 在這裡 所以這樣轉上去的話 那我們得到什麼結果 完蛋了 不太好寫 來這個 這個 我們這邊 改一下顏色好不好 來這邊改一下顏色 來這個 改藍色啦 改藍色 這樣你會比較好懂 來 藍色在這裡 好像這樣子 欸請問一下 我們真正的OPPLINE 這裡有沒有了 有 來 我們真正的OPPLINE 好這個項量 來 我現在手指這個部分 要怎樣 旋轉四十五度上去嘛 對不對 所以 要前面的左層 R 45度 後面就是這一串東西 所以MX 然後R-45度 然後OP向量 好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 矩正跑出來 什麼矩正跑出來 來告訴你 答案就是這 HERE 它就是我們的 近色矩正 對不對 好這個東西 就是近色矩正M 那為了表示我是對L近色 所以我可能這邊會寫ML 好 ML 所以這個紅色就是ML啦 好不好這樣會更明白 ML 所以整個ML是怎麼搞的 就是咧 先怎樣 往下45 再上下對稱 再怎樣 再回來45 就是回去 附圓回去 好我想 這樣這個Diagram 這樣大家應該看懂了 可以嗎 這樣明白沒 我們這個整個流程 其實就對應底下的 我們這個推導 的123 這個步驟 好不好 123這個步驟 1234 所以呢 這邊呢 我們這E在哪裡 底下推導這個E啊 等一下我筆突然不見了 我找到我的B了 好 我們E在這裡 可是我的出耳筆都不見 啊出耳筆我找到了 在隔壁 太白癡了 來這邊是我的1 下面步驟1 然後下面步驟2 然後下面步驟3 然後下面步驟4 對不對 所以我本來想從1到4嘛 可是我可以1234 對不對 這就是來 數學上 怠數的一種轉換 也就是說 我們這邊過來跟這樣過來的話 它這邊會有一個 什麼 不知道怎麼講 紅名有毛皮繩嗎 類似啦 就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整個 整個這樣流程 推導出來是什麼東西 我們推導出來的是 這個ML 會等於 R45度 然後MX 然後R-45度 好 這個 就是咱們的推導的東西了 這樣聽懂意思嗎 好 來 所以我想各位同學 可以把這個例子 畫下來 好不好 畫下來 畫下來的話 自己找個位置 自己找個地方畫好不好 比如說 講義13頁 最上面的部分 你可以畫一下這整個流程 可以嗎 好 所以我想我們先講到這個部分 那待會我就會把這個角度 全部改成一般的角度了 或者各種符號 我們先舉句例子 讓大家明白 那待會進行符號推裡面更明白 我在幹嘛 好不好 好 最後一篇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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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